佛家将种佛田 金教里面 佛告诉我们 佛田有几种 第二个是恩田 父母 供养父母是修大佛宝 现在很多人对父母不修 不知道供养父母 不知道供养父母 是这父啊 比如说 你有100年的佛宝 因为不修父母 50年佛宝就消光了 就没有了 严重的不修 可能100年的佛宝 20年就没有了 就消完了 这世间人不懂啊 很可惜 那 校养父母 那个佛宝会增长啊 这大错特错啊 这个第一种是恩田的父母 第二种 是悲天 慈悲 帮助苦难众生 第三种是晋天 老师 就恭敬 三宝 对佛菩萨 恭敬 是佛 佛天 有着三类 遇到的时候 都要真正去修啊 遇到贫苦 有灾难的人 应该全心全力 帮助他 啊 去救济他 有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